今年2020年是我們說的雙春年 什麼叫雙春年呢 就是年頭跟年尾各有一個立春 但是今年現在是農曆的四月 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今年也有潤四月 這個雙春年聽說帶來的 不是急躁而是凶惡 齊鵬老師真的是這樣嗎 是 我們都知道說 以月亮為運行的農曆 它其實是大月30天 小月29天 這樣子一年下來只有354天 那多的就會自潤月 所以19年會有7個潤月 但是也會出現 剛才像星童你所講的雙春年的情形 那雙春年我們聽起來很不錯對不對 很吉祥的感覺 可是其實並不然 因為在歷史上有不少的雙春年 都出現了大災難 像是剛過不久的2017年 它是潤六月 結果中國大陸就發生了三大災禍 第一個是四川九災溝地震 那地震的強度就像37顆原子彈 這麼的激烈 那第二個是廣州有天歌颱風 這時候很厲害 對 11天這樣子狂風暴雨 下到這邊變成水箱折國 還有第三起是浙江寧波大爆炸 那當時市中心整個被炸毀 消息震驚全國官方還特地出來封鎖 但是你以為這一起雙春年的篩禍 已經很嚴重嗎 不 在明朝史上還有一個最嚴重的雙春年 那就是在1555年論冬月的時候 那時候發生一個加進大地震 震度高達8.25 那據說有101個縣市遭受到波及 光是官方城報的軍民死傷人數 就高達83萬人 這麼多 而且還不包括沒有回報的 所以這也就成為史上地震 史上最多的一起地震 那因此我們在遇到這種論年或論月的時候 因為會遇到這種無可預料的災禍 所以就有一種民間說法 說是父母逢論會減受 那既然會減受 那子女當然要為他去添受對不對 什麼方法 對 那所以他們添受的方法就是說 會出嫁的女兒會為父母準備豬腳面線 那也有人會準備貢品到陳皇爺那邊拜拜 來請陳皇爺幫他們添受 因為我們知道陳皇爺就是 那個主宰的陽間百姓的生死部 那事實上陳皇爺不僅是人間城池保護城 他同時也是陰間的父母官跟司法官 沒有任何冤屈 找陳皇爺就對了 那像是在中寮安息 嘉義中寮安息這邊 就有一個陳皇爺 曾經接受過一個百年氣血狀的冤案 真的啊 對 那這個冤案是怎麼回事呢 是在2006年6月26號的時候 當時這邊的陳皇爺 陳皇爺正在舉行八祭普克大典 那他要超度巴掌西王魂 結果當時其實在祭典的舉辦的過程中 晴天必朗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打起 那個一道一道的紅雷 所有的信眾都往天空一看 因為古代有說過 說天降紅雷必有其冤 所以大家摒棄泥神不知道是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這個時候有個女信徒衝到人群之前 手持清香 用低層男聲的聲音在那邊大喊說 請陳皇爺幫我們做主 還我一個公道 我不敢玩 他們把我凌遲致死 還讓我伸手翼觸 我不甘願 你剛說他是女的 但是他發出男生聲音 沒有錯 所以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這個女信徒姓陳 他說他有一天中午的時候睡覺 夢到一個有手無身的青年 訴說他遭受到的冤情 還把他當時被冤死的場景給他看 那他醒來之後 不知道是被附身還是怎麼回事 但是他感覺有一股力量 必須要為他進行聲冤 所以他就用針筒把自己的鮮血抽出來 然後在一張詩卷上面 寫下這個氣血狀 就是這個畫面上這一張 對 你可以看到那個血跡斑斑有沒有 那當然大家會好奇 這個氣血狀在寫什麼 那這個氣血狀 其實是說百年前有一位 來自台南這邊的青年 那他在這邊定居 那他那一天晚上 其實是要到對面的施家措 去抓葉鹿來加菜 哪知道村民發現了他的蹤跡 以為他是來偷菜 所以就把他抓起來 毒打凌遲 把人家打死也就算了 後來還毀屍滅跡 把他的頭砍下來 屍體給野狗吃 所以你說這位青年怎麼會冤魂會散 所以他冤魂不散之下 就在這百年之間 一直向當地廟宇的神明說請求幫他申冤 可是這些神明不是法力無邊嗎 每一個都告訴他 無能為力四個字 怎麼會這樣 對 所以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後來是一直等到這個女信徒 這個陳小姐出現 他才有辦法赴他的身 託夢叫他幫忙申冤 那據說降價在機身上的這個 陳皇爺聽到之後 非常的火大 當場震怒說 好 我幫你處理 所以他就帶著這個氣血狀跟陳小姐 還有所有的信徒來到案發的現場 所以奇怪 現場的信眾發現說 這邊他們來到了這個案發現場 跟這個氣血狀所寫的這個景物 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後來他們把當地騎老叫出來 說你們以前是不是有發生這件事 結果這些騎老說有 他們的祖先確實曾經過 曾經淋虐過那個青年 而且成為 所以後來怎麼辦 這件事情已經真相大白 該如何處理 所以陳皇爺就把這些 那個施家措的這些村民的後代 叫來說 你們代替祖先 好好的向這位青年致歉 所以他們就手持清香祭拜 誠心悔過 悔過之後 再由陳皇爺施法 把這位青年的施首組合起來 這位青年才放下仇恨 可是你看 當所有的神明都不敢出來的時候 唯獨陳皇爺敢挺身而出 還幫他洗刷冤情 所以這也難怪說 各地的陳皇廟都香火鼎盛 信眾落益不絕 現在武漢肺炎的疫情還沒有緩解 我們真的不要小看這個病毒的攻擊性 因為據說西漢時代的戰神霍去病 他戰功標柄 但是他也是死於瘟疫 社長真的是這樣嗎 對 我們看很多連續劑是這樣言 霍去病他23歲過世 過世的時候 你知道23歲他年輕力壯 他是中國軍事史上的第一奇才 也是英國編一個世界軍事史 選中國選上獲奇病 唯一 唯一 戰神 第一戰神 他北花匈奴的時候 他六次北花 最後一戰是叫莫北之戰 莫北之戰在西岩前 119年的時候打了 打了他五萬祭兵 千里崩熙匈奴 崩熙到匈奴以後 我斬首七萬 五萬斬首七萬 以少勝多的戰役 而且是匈奴 匈奴已經困擾了中國 幾百年的一個 比方的票漢民族 所以他是一個戰功標柄 但是23歲突然就死了 死了以後 為什麼變成中國第一大謎團 很多連續劇演的 有時候他自殺的 有時候他是被摩殺的 很多人講說他是病死 病死是因為他打匈奴 莫北之戰的時候 碰到有一個漢奸叫忠行說 忠行說告訴匈奴的人說 我教你們一種矽禁戰 在中國早期最出的一個矽禁戰 說你把牛羊的屍體 丟到那個河裡面跟湖裡面 那他們大隊行軍來這邊口渴 尤其很多沙漠地帶 他們一定要去喝水 那這個矽禁 牛羊狗 豬 那個腐爛的屍體的矽禁 侵入他們 他們就會得到這個 所謂的生化戰的這種病毒 結果霍奇兵當時有沒有喝 切死喝 喝了以後他回來 莫北之戰剛才講 西岩前119年 兩年以後他過世 過世的時候 為什麼會成為中國軍事史上的 第一大謎團 因為死記 死記我們講司馬遷 司馬遷寫死記是很嚴謹 很小心 他在寫霍奇兵之史的時候 只用了幾個字 嚴壽六年足 用一個祖 祖你去自殺 他殺 意外死亡 還是剛才講的病死 沒有一個理由 只寫祖 漢書也一樣 所以兩大跟他有關的書 漢書只寫一個轟 一個像一個做夢的夢 裡面一個 對 轟 漢書也用一個字 都沒有理由就死了 沒有理由就死了 為什麼他23歲 又這樣的一個軍事奇才 可以在沙漠裡面縱橫磁城的一個人 身體很壯 怎麼會突然間就死 然後死記特別寫說 他死的時候 其實司馬遷寫留下一個最大的命 你既然寫他的死亡 只用一個字 其實他寫他死亡以後 撇葬茂林 漢武帝叫他撇葬茂林 他漢武帝當時為了要 要獎賞這個霍奇兵 這個軍事天才 還叫所有大軍大概有6萬人穿著盔甲 金光閃閃的從那個茂林 一路排到昌安 送行這個霍奇兵 然後把霍奇兵那個墓 做成像奇連山一樣的樣子 因為他比真奇連 比發奇連山 所以很多細節他寫得很清楚 就是他怎麼死的 不明不白寫一個祖 漢書寫一個轟 好啦 那或是就很多追 霍奇兵的死 第一個剛才講的矽菌戰 但矽菌戰後來被打臉 矽菌戰剛才講 差了兩年 我吸引前119去打匈奴 即使當時喝了 吸引前117 炎瘦6年的時候才過世 不可能一個 我們現在病毒 大家都很有常識 潛伏兩年才爆發 也太久了 太久 第二個一個部隊 只有一個祖帥嗎 一個祖帥爆發 其他應該你會記 我十支 三 四 十支 七 八 得到這個瘟疫 沒有 都沒有 所以他這個瘟疫戰 得到瘟疫而死的 這個說法被打臉了 不可能 現在理解講不可能 第二個好 那不可能是怎麼樣死的 另外一講講摩殺 誰摩殺他 他自己的親舅舅 跟當時他打匈奴 一樣立下大功的 漢朝最有名的魏卿 他也是西漢的名將 也是名將 魏卿是霍奇兵的舅舅 霍奇兵當時戰功比魏卿標秉 因為剛才講他五萬人 砍手 斬首那個匈奴七萬 魏卿中軍斬首才兩萬 差很多 而且跟匈奴打了六次 魏卿打七次 魏卿病打六次 魏卿病打六次 所有的戰功加起來 以斬首來計 將軍魏卿一臂 你打七次還不到人家的一半 所以魏卿病受漢武帝重用 重用魏卿病回來到漢朝以後 當時漢武帝封了兩個大師 一個就魏卿 一個就魏卿病 來了一山不龍二虎 當時魏卿 魏卿剛才不是說逼李廣自殺嗎 他的兒子李感 李感曾經用那個 我們講那個像有點鞭 以前漢朝有一種兵器叫鞭 曾經打魏卿 差點把魏卿打死 替他父親要報仇 後來這個 因為漢武帝覺得 你爸已經過世了 就沒有多責備李感 結果在上一年打獵的時候 魏卿病用劍 說你這個李感既然敢打我 就用那個劍射殺 在漢武帝的面前射殺李感 把他殺死了 但漢武帝覺得 大家封口不能講 所以當時的記載是漢武帝 說李感是被鹿角 打獵被鹿撞死了 殺一個大神 你第一個得罪的是漢武帝 第二個漢武帝會怎麼講 魏卿是不是你說死 魏卿病去殺李感 他是你的 所以魏卿更恨霍卿病 他認為你這是一種借刀殺人之計 你要把這個責任來往我這邊推 所以後來魏卿覺得 一山不能奧虎 你也是大師 我也是大師 第二個你又要這種借刀殺人 所以有一種講法是 魏卿下手磨殺 磨殺 所以霍卿病是被魏卿磨殺 這第二種講法 第三種講法才是漢武帝 剛才講說霍卿病你在我面前 堂兒皇之殺一個國之大臣 你這樣的一個人我容不下你 我們講說漢武帝 視他白靈致敬 或者視他毒藥致敬 不知道 就突然間他就過世了 霍卿病 但無論如何到現在 任何史書裡面 沒有辦法找到霍卿病 十足的證據到底是怎麼死的